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 欢迎大家准时参加Enlightings Education 每周六的教育夜现场 我是湾区办公室的Manager Allie 新来的家长可能还不了解Enlightings 我们创建于旧金山湾区 致力于将学生的个性、天赋、价值、目标 四个元素融合在一起 针对每一位学生的独特性 通过教育引导配合课外实践活动 来启发青春期的孩子 让他们顺利度过紧张而充实的高中生活 同时能够收获理想大学的录取 我们的一站式服务涵盖一对一的大学申请指导 暑期规划、AP Honors私教课程 SAT、ACT考试培训和青少年个人成长的培养 基于对美国大学升学的深入了解 我们服务超过来自北加30所高中的学生 包括南湾、东湾、半岛还有Sacramento地区 在南湾的Cupertino和东湾的Pleasanton都有办公室 我们坚信成长和进步才是教育的本质 我们会结合每个家庭的情况和孩子的理想 来制定专属的教育规划路径 让孩子在人生最重要的阶段获得最专业的指导 那今天让我们欢迎Unitin's Senior Consultant 我是UCLA 读的本科和Master 本科的时候念的是Math和Economics Master念的是Economics 所以我一直带了很多对STEM有兴趣的学生 可能背景比较像 我的学生里面最好的一些结果 像有些学生进入了MIT、Penn、Fernel、Chicago 那UC里面的话每年都有很多的这个Berkeley和LA 这是一点点关于我的背景 那今天的话我们会讲到今年的UC Admission 最新出来的结果 包括说这个现在争议很大的Proposition 16 对我们今年的Admission的影响 然后我们今天的重点其实是两大块 一个是我们自己做了一个 这个叫UC Feeder School的排名 大家可能听说过Ivy Feeder School 有一些很著名的私立高中 被称为Ivy Feeder 那我们做了一个是我们在加州的UC Feeder School 另外的话第二个比较重头的部分是UC的Application Essay 那先看一下今年最新出来的UC的录取结果 和19年的对比 这边的话放的是一个Total 就是所有的一个Overall的结果 还有一个California Resident的结果 还有一个International Student 其实仔细看下来很明显 如果你看到CA这一块的话 就是这个加州州内申请的结果来看的话 几乎所有的UC Campus都有一些提高 相比去年来说 而且有的Campus其实提高的非常多 像Davis的话有一个4%的增长 然后像San Diego的话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增长 27到34 International的话 基本上除了Berkeley LA和Merset 其他的学校 International还是和以往一样 比较容易进 他们是在另外一个不同的Pool里面 加州的居民在和他们不一样的一个Pool里面 细看的话 这边的话是UC8的一个Report 今年的Report 那总的来说 今年总共9个Campus 多招了8000多个学生 说实话 和我们亚裔有什么关系呢 超过一半的位置 其实给了这个Underrepresented groups 什么叫做Underrepresented 就是说亚裔其实不是 对我们是模范少数族裔 所以这个整个的UC 它虽然说它的录取好像增加了不少 但是对我们来说的话 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为什么今年的话 西裔Latino 他们的这个录取的比例 是史无前例的超过了 所有其他的族裔 现在是占36% 这个其实我们在之前的讲座里面 有提到过 今年的话 如果我们的Prop 16通过的话 我们亚裔面临的这个录取 其实会更加的简单 Transfer也是一样 如果我们有Transfer Student的话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UC的录取这么激烈 那我们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 那UC Admission的话 有几大块要看 我们知道UC Admission 它有14个Factor 那今天的话 我们会讲到其中的Context 那这个其实也是为什么我们去做一个 这个UC Feeder Ranking List的一个初衷 就是说我们要看看 你进的高中是怎么样去影响到你的 这个UC的一个录取的结果 那School Context 这个也叫School Profile 这个东西是Cology非常看重的 对我们家长和学生来说 大多数人只是知道说 我进一个好的学区 我会得到更好的教育 我可能会更容易进到一些好的学校 那对于大学来说 他们是怎么去看你的这个School的 他们看的是 你的School有什么东西是Available 你有没有去很好的去利用它作为一个学生 然后包括说你的周边 有一些什么样的Resource 你有没有很好的去利用到这些Resource 那我们这边给大家看到的一个截图 是我们东湾的最好的高中之一 这个Fremont Mission High的这个School Profile的一部分 这是它的第一页的一部分 那我们看到说这上面会 这个其实是大学可以看到的东西 这个是他们在录取学生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进去的 OK 这个学校大家可以看到 它有多少个Honor Course 它有多少的AP Class 它有没有这个Dual Credit 因为这个Mission其实在离这个Alonan College非常近 那像有一些学校像Mission 像这个南湾的这个Almerton 这个High School 他们都会有一些Dual Credit 就是附近的Community College 会去那边教一些比较高阶的课程 比如说这个Multi variable 有这些课的话 大学拿到学生Profile的时候 他就知道说 这个学生有没有在学校 take很多的或者是很少的AP课 他有没有去Challenge他自己 那另外给出来的这边截图里面看到的 大家看到的是一个它的GPA的一个分布 很多时候我们看GPA 其实它只是一个数字 GPA它自己其实只是一个数字 它只有在放到一个context 有context的情况下 它才有意义 就是说他看到你的GPA 他知道说你这个3.9 他可能在某个学校 他是一个Top 1 Top 2 那3.9在Mission能排到哪里 对不对 所以这个的话就是为什么 context这个东西非常的重要 因为这个只是解到了第一页 那第二页的话 也是其他的学校的Profile 会包括的 还有一些比如说SAT ACT的这个分布 所以学校会 大学的话 他会很清楚的知道 你这个学生在你们学校的位置 不光光是一个所谓的我们这个百分之多少的ranking 所以我们就很好奇说 湾区这么多好的高中 各个拿出来都非常competitive 那UC它到底是怎么来看你的这些一个学校的 在这个趋势下 我们做了一个model 这个model的话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 虽然说它不是完美的 没有model是完美的 但是我觉得它非常精确的捕捉到了一些湾区的学校的一些特征 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的一个方法 首先的话我们选取的是两个地区 湾区和南加 洛杉矶和SD 北加南加两个地区 那在每一个地区 我们选的是UC9个campus 总的录取超过100个学生的这些学校 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工作量 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一步 我们filter out一些不到100的学校 那剩下的话 我们在湾区选了有45个学校 这45个学校的话 我这边有个list Alameda有13个 那Contra Costa有6个 Sanctel有5个 Santa Clara很多17个 然后最后的话是SF 旧金山地区有4个学校 加起来是45个学校 那南加的话 因为这个洛杉矶地区和SD 加起来比较大 所以有86个学校 等一下会给大家看到我们这个排名的表 大家可能已经在我们的微信文章里面 也看到了一部分 那每个学校它会有一个score 它的score的话 其实是跟它的9个UC campus的录取结果是有关系的 不仅仅是Berkeley和LA而已 那最后的话 我们这两个地区 北加的学校和南加的学校 我们分别做了两个model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就我们的经验而言 当然最后我们的model也证实了我的一些想法 因为就我这么多年的经验 北加的学校其实对北加的学生会比较宽容 就像南加的学校对南加的学生会比较宽容 那这个的话 其实在数据里面体现的非常的明显 所以我们做了两个不同的model 这边的话给大家看到的就是一个 我们湾区 这边写的是北加 但实际上是湾区 湾区的前20个高中 再需要强调一下的话 这个不是一个单纯的高中排名 这是一个专门针对UC的录取结果的一个排名 毕竟UC是我们加州学生一定会基本上99%都一定会去考虑的学校 而且是全美国来说最popular的一个 public school之一 那这边的话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排名第一的是 Doherty 这个东湾的学校 然后后面的话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些高中 Monta Vista Mission Lowe Lowe是三番市非常好的高中 Berkeley 在Alameda Linbrook Cupertino 有的家长可能会觉得说 那个Linbrook 还有刚刚没年 陆续结果不错啊 怎么会排到后面 再次强调一下 这个我们是针对UC的 OK 我们没有考虑其他的学校 这边的话是一个男嘉的一个排名 因为是两个separate的model 所以他们的score会不一样 这个都是相对的 相对地区而言 所以大家不用太在意 这个男嘉和北嘉的学校的这个score的对比 我回到的是贝耶尔的学校 因为我想说我们的这个audience里面 可能北嘉的还是比较多一些 那如果说 你想知道后面的排名 因为我们一共做了45个学校 如果你想知道后面的排名的话 你可以加一下我们manager的微信 那他可以帮你看一下 小朋友现在在这个学校 到底排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当然我在这边想到的是 这个只是一个reference 这个希望给大家提供到一个reference 不管你是要买房也好 还是搬家也好 还是说你有没有考虑要转学也好 Anyway 如果有需要的话 其实你要买房 要考虑进哪个学校 还是要考虑一下 其他的一些resource 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决定 context完了以后 我们就要聊到的是application的部分 那application现在这个阶段应该是 我有一部分学生已经中间过半了 就是他的application process 那希望还没有开始的小朋友要赶紧开始 那在九年级到十一年的小朋友和家长的话 看了这个application的component 也知道说大概要怎么要去准备你今后的一些application 那academic history是UC application的一个self report 因为你的academic history是四年 十二年级的东西虽然说它不会算紧你的gpa 但是你其实还是需要report 那academic history其实看到的是你有多么的努力 你四年是不是四年都有在努力的学习 然后包括说你四年有没有一个进步 那test score这个东西的话 今年是接下来都会是UC都会是optional 其实我一直是鼓励学生 如果你能考的话还是要尽量考一下 毕竟test这个东西对亚裔来说是有先天的优势 之前有一个research的结果就显示说 亚裔的这个sat的score它的平均 比排在第二的ethnicity group要高大概200分 所以这200分其实是很多的 如果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sat 最近是一直在取消一些test 实在是没有办法的话 你的这个学生的素质要怎么在application上体现 就要看你的list of activities和你的essay 所以list of activities 学校想知道说你的free time 你是怎么样去分配它 然后你的essay的话 它想看到你的insight 想看到who you are activity section 这个我们会比较简单的带过 activity的话 UC activity section 去年改了 去年改动的比较大 去年相对前年改动的比较大 那今年相对于去年的话 有一些小小的改动 主要是字数变少 UC activity section 它有20个 最多可以让学生report 20个 这个时候家长就心想了 我们家小朋友有没有20个啊 它是不限类别 它有6个类别 但是你可以自由选择 你想report哪一类 当然前年是你加起来真的有20个 每一类呢 UC的话会对它的description有不同的要求 那non-a through g course 就是你的non-academic course 你需要provide一个description 这个course description 然后educational program 我们也可以理解为summer program 这个的话 也是需要一个350个character的description volunteering paid job awards and honors 这三类呢 大家需要提供的一个是对organization的一个描述 或者是award的这个描述 是250个character 那另外的话 还有一个你的本身的activity description 350个character extracurricular activity 不属于前面5样的剩下的其他都可以归为extracurricular 包括你的hobby 那这个的话也是需要一个350个character description 那加起来的话 这个其实加起来差不多是UC的CPSA的长度 在activity section的话 给大家一点小小的建议 这是一般我们会告诉学生的 在你做这个description的时候 确定你的description是非常specific 那比如说 有的人他可能会写说 我在key club 这个volunteering club 那我volunteering club做了什么呢 做了volunteering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放一点 放一点example 因为你有350个character 那还有就是如果你有一个measurable result 比如说thundraising 你募捐了多少钱 这个有一个measurable result的话 会比较好 那或者是有些孩子 他可能会lead一个像这个orientation section 对不对 这个学校的这个orientation day 那你lead一个group 你这个group里面有多少个人 你可以report added value 就是说你要注重在你的这个value上面 而不是说只是简简单单的一个 ok i did this event i did that event 上面的话 下面的话我们会讲到的是这个UCE essay UCE essay的话 它有八个prompt 学生的话 从里面自由选择四个 每一个的word limit 是350个字 这350个字里面 希望学生做的是clear and straightforward 因为它没有那么不像come up 有650个字 让学生去发挥 我们知道这个UCE的申请的人数非常多 所以平均下来 admission officer 不会有那么多的时间 去看你的每一篇essay 去研究你想要表达什么 所以make sure you're clear and straightforward 那这边的话是为什么essay的重要行为 我其实遇到过这种小朋友 成绩是很好 考试也考得很高 就觉得essay 我随便弄一弄 可能在UCE我一定能进 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 那UCE essay的话 为什么需要你写一个essay呢 首先 它需要看到你的subjective perspective of your life 你的一个主观的一个认知 然后另外的话呢 它想看到 你是不是能很好的去表达你的一些想法 然后另外的话呢 它希望看到的是 学校希望看到的是 你的creativity和critical thinking skill 那最后的话 就是刚刚说到的 有一些孩子可能觉得说 诶 这个学校是我的safety school 我一定能进的 那他可能不会认真的对待 那在essay可以非常明显的提现到 这个学生是不是在用心的做这个vacation 非常明显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学校需要用essay来filter out一些学生 那这边是一些general tips 那这边是一些general tips 在这个之后 我们会讲到八个UCI essay分别解析 那这些tips的话 UCI essay可以用到 commap可以用到 首先一个你要answer the question promp问你什么 你要确定你的文章里面是对这个promp有回答的 那第二个的话 你narrow the focus 很多学生写着写着写着就很发散 就什么都想写进来 但是实际上 你要确定你的整个asset是非常干净的 第三个的话 是一些careless mistake 比如说一些语法错误啊 评写错误啊 第四个的话 一般情况下 我们会建议学生去避免提 讲到一些特别有争议的一些话题 因为你不知道电脑那一边是谁在读你的asset 那最后一个的话 就是确定你的asset是stay within the word limit 这个的话 因为有的application system 他们会自动cut掉你多余的部分 也就是说the visual officer看到的 会是一篇不完整的asset 所以不要有侥幸心理 八篇use essay 我经常会碰到的一个学生或者家人会问的问题是 那我写哪一篇asset 我写这篇asset 或者我写那一篇asset 会不会增加我这个录取的这个概率 会不会帮我 就帮我塑造一个更好的形象 答案是no 就是你其实不管你选哪一篇asset 你选哪一个题目 本身对你的录取结果是没有直接的影响的 对你的结果有影响的是你提供的内容 asset本身 因为有一些asset题目看起来的确非常好的 leadership volunteering community service 这些东西看起来的确是非常美好 但是如果你写的不好 它并不会帮到你 所以在你选题目的时候 你要想到说 哪些东西我是真的是非常有感触的 我是真的觉得说我经过这个experience 我学到的东西 我再去写它 而不是说这个东西会让我看起来很美好 我来写它 那第一个的话就是典型的这个 很多人觉得会让自己看起来很美好的一个题目 叫leadership 很多孩子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leadership experience 是不是都适合哪来写呢 不一定 首先一个 这个leadership这个东西 给大家一个idea 就是说它其实不仅限于一些official的title 比如说你可能是founder 某一个organization的founder 你可能是某一个club的president 这个很明显是leadership 但是它可以是广义的 它可以是什么 你如果lead一个group project 你是一个leader 如果像我之前有一个学生 他妈妈生病 然后爸爸是一个engineer 下了班以后基本上就泡在医院里面了 他在家里面还有一个上小学的弟弟 一个上小学的妹妹 所以他在家里面的时候 是要照顾这个弟弟妹妹的 所以这个是不是leadership 这个也是一个leadership 这个只是给大家 就是给大家一个idea 什么东西算是leadership 什么东西不算是leadership 那在你写这一篇assay的时候 很多学生会犯了一个错误 就是说 他就开始谈他的这些成就 他的一些achievement ok我帮这个club 建了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我帮这个club recruit多少多少个人 然后我的这些responsibility 像一个resume一样 我们想看到的其实不是这个 而且说 如果你recruit了这么多人 可能你本来的club 就有20个人 但是你现在club 也有80个人 那这多出来的60个人 你是用什么样的方法 去recruit到他们 对不对 那这个过程 才是你的value的所在 而不是仅仅说是一个 最后的一个number 我们想知道说 你是怎么做到的 ok 你作为一个leader 你是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的 这个是你在leadership essay里面需要谈到的东西 那还有一个希望大家就是在写essay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的是 这篇essay很多孩子会偏向bragging 那make sure 你在这篇essay里面 你的整个的tone 你的语气是谦虚的 是一个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 抱着一个 这个为大家服务 说起来可能比较shallow 但是的确是这样 是为了大家 为了group 找小的一个角度去写 而不是说你在这里bragging你的成就 ok 那第二篇essay creativity 我其实很喜欢这篇essay 很多孩子他可能会有一些学过art 他会写这篇essay 那之前有一个学生他喜欢音乐 但是他有学作曲 他也会去写这个essay 这个的话 这地方有一个误区 就是说有一些画画的学生会选择这篇essay 但是他最后写出来的essay 他不是那么的creative 更偏向于说他怎么去提高他的画画技巧 画画技巧的话 我们第三个prime也会看 他可能会比较适合那个prime 但这边的话 希望学生体现到的是creativity 它是你这么创造 你有没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不是说只有artist 或者是musician 才有资格写这篇essay 你还可以怎么写 coder也可以写这篇essay computer science 对不对 因为我接触过很多 学computer science的学生 所以我知道说 他们其实会有一些非常新的想法 去一些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creativity这篇essay里面可以体现出来 这个的话就是给大家一个不同的角度 去看这个creativity 第三篇的话 刚刚带到了一点 就是我们说到这个很多学生可能会有一些artistic 或者这些这种这方面skill talent的话也是比较popular的一个topic 因为很多的牙医的孩子他可能多多少少会去学一些东西 钢琴 小提琴 画画 然后还有sports 在这里很多学生会提到 那当你要做brainstorm的时候呢 你想想看 这些是talent 还有一些什么样talent可以写 比如说一些soft skill communication skill 也是talent organization skill 也是talent planning skill 也是talent 这些soft skill 都可以写 那在写的时候 希望学生 就是要注意到的一个点是 也是prompt里面提到的 说 你怎么样 你demonstrate that talent over time ok 这个东西不是你一页之间可以developed 你这个talent需要你在essay里面提升出一个过程 ok 你从可能不懂入门级到你的中间 然后到最后你是怎么样developed skill 而不是一页之间就开窍了 第四个的话是educational opportunity slash barrier 这个的话有两个你可以写opportunity也可以写barrier 那这个essay的话在哪些学生里面会比较容易写或者比较popular 有有比较有去个比较好的summer program的学生会很多都会写到这个都会写到第四个educational opportunity 而且会比较好写对那当然你在写这个很多学生写犯的一个错误的时候他在写这个这个summer program的时候他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说他会开始写说欸我在这个summer program的 因为这个summer program教了我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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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 那你的部分在哪里了对不对 你有没有做一些project 或者是你有没有解决一些问题 你有没有学一些东西 因为这个的话才是你需要写的 而不是说欸这个pro写成一个好像在给这个program在写一个flyer的感觉 ok 那barrier的话 首先一个我们这边也提到了 不要用这个barrier这个asset来解释你为什么某门课没有达到一个好的grade ok 这个不是一个 这个asset不是一个让你解释你的badgrade的地方 或者是你的badasset或ACT 你的badgrade 如果你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的话 我建议的话 你可能会可以放到这个additional comments里面 还有一个很多人会去写的尤其是加州的亚裔的学生 有国内来的小朋友 这种后期移民过来的会写一个language barrier 这个题目没有说它对错 只是说你在写它的时候 你想想看有多少的和你经历类似的人会写到这个题目 然后你自己对这个language barrier有没有一个比较不同的一个认识 所以这个的话是学生写这个时候需要考虑到的一个问题 对 因为我知道说我们这个地区有非常多的新移民的小朋友 对 都会多多少少碰到一些这样的问题 ok 第五个challenge essay challenge essay其实不难写 因为没有人可以说自己的这个 就哪怕是高中生才十几年 可以说自己是一帆风顺的 所以多多少会有一些challenge 那challenge essay这个要怎么写 有几个点 一个是这个challenge的话 可以是academic 也可以是nonacademic 它不一定要是你在课 上某一门课 或者是准备一个project时候的一个challenge 它可以是你的daily life ok 你的everyday life 那这边的话 有一个小小的提示是写这篇assay的时候 很多孩子会不自觉的就写着写着写着 整篇assay都是关于他这个challenge 他在描述他这个challenge 他这个东西有多么的难 但是我们想学到的是什么 通过这篇assay我们想学到的是 你是怎么overcome challenge 还有一点是这个assay的第二个部分 也是你的结尾的部分 你需要提到的是 你要把它联系到你的academic achievement 因为很多孩子他会写到nonacademic challenges 一些生活中的一些challenge 但是你从你学到的东西里面 你的insight里面 你要go back to academic challenge 所以这个其实有的时候会变成一个 这个assay的一个难点 也是大家特别需要注意到的一个地方 很多孩子会忽略这个部分 对 第六个的话 subject essay subject essay 写的人还蛮多的 尤其是stem 这个写数学的 写apcs的 写physics的 这个还是挺多的 biology 对 当然这都是我们比较popular的一些major 那subject essay的话 这个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帮你去告诉UC 给你一个机会告诉UC 为什么我要选这个major 因为我们知道UC 它不像一些private school 它有一个writing supplement 会直接问到学生 你为什么要选这个major 你为什么要apply department 但是UC的话 它没有要求你要提供一个这样的信息 那在这边的话 如果你觉得你对你的major 非常passionate 你真的是很喜欢 而且你真的做了很多 你有些自己的感触的话 你可以选择第六个 那在写这一篇的时候呢 我都会告诉学生说 你喜欢这个 你选这个subject 你选这个number six的原因 原因是什么 是要从你自己出发 是从你的learning出发 从你学到的material出发 而不是说这个课老是很好 这个课我的同学很好 我在这个课上认识了我的最好的伙伴 第七个的话 volunteering essay volunteering essay也是另外一个 和number one leadership一样 很多孩子会觉得说 这个东西一定要写 为什么一定要写呢 volunteering 会让我看起来很好 而且很多孩子会在写这篇的时候 然后把自己的essay 变成一个resume 什么样的这个像一个list of activities 这个我做了什么什么时候 我参加这样的club 我去了这样的event 我做这个我帮了那个 那在写这篇的时候 其实这个东西是of the word 选一个对你来说最重要 对你来说最有意义的 对你来说最有价值的 还没有到身体期的小朋友 如果有机会的话 你在找volunteering的时候 要去找一个long term position 是最好的 那这个会比你去做一些零散的 这个volunteering 要好很多 就是你的这是最好的秀 你的一个commitment的机会 那在写这篇asset的时候 刚刚也提到说 OK不要不要把你的这篇asset 变成一个resume 写这个volunteeringasset的时候 你的added value在哪里 你付出的同时 你再benefit 其他人的同时 你自己有没有学到那些什么东西 OK最后一篇 第八个的话 是我们uniqueness 如果你有一个story 有一个你的personality 的一个部分 是你想share 但是前面七个asset 你都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地方 去放它的话 你大概可以选择第八个 第八个其实还是比较open 那第八个的话 希望学生在第八个里面 可以讲到说一个 在activity list里面看不到的东西 我觉得会 我觉得会比较好 对 可能是你的一个personal struggle OK可能会是你的一个realization 比如说你可能觉得自己是一个 通过一个小小的事情 可能是生活中一个小小的事情 但是你发现说 你自己有些地方需要improve 然后你自己今后想到怎么办 这也是一个其实非常好的 放到第八个的一个story 但是第八个的话 我so far看过的写的好的第八个的话 其实都会都是蛮有深度的第八个 对 OK 中创所述 这就是我们八个UCSA 今年的话 因为没有test score 这个没有test requirement 但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去考sat 或者你之前考完不太容易的话 而且在考虑到整个考虑到今年这个加州录取的这个难度 这个prop 16 那这个essay是一个是你最好的展现自己的一个地方 那这边的话是一般我们是怎样去craft一个essay 从intake开始一个学生进来 我们要做大量的intake 什么intake 嗯 简单说就是聊天 对 那我自己的习惯的话 我可能会给学生先聊先聊一个meeting 然后中间的话会给学生一个一个question list 他需要他需要写做一些free writing 来帮我更了解他 然后继续我们的聊天 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个outline OK 这是一个过程 那每个consultant有他自己的一些strategy 那有一个outline出来以后 学生就开始写他的first draft 那first draft之后呢 我们会有mid draft mid draft的可能是第二稿 也可能是第三稿 我接触到多的可能写了十几稿都有 那mid draft的以后我们会有一个peer review 那为什么需要一个peer review呢 这个其实也是我非常喜欢我们公司这个我们的team 的一个原因 为什么 因为我们想admission officer 他是不认识学生的 他是不认识你的 但是我作为这个学生的consultant 我跟他做了intake以后 我跟他做完outline以后 我其实对学生会有一定的了解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读学生的文章 我会有一个先入为主的一个概念在 这个学生是什么样子 他做过什么 其实我都知道了 那这个时候我就需要我的peer 我的同事 来读我这个学生的essay 从他们陌生人的角度来看这个essay 他们的感觉是什么 他们觉得我读了这篇essay 我的感受是不是一样的 对 还有哪些地方他需要去clearify 那这个的话就是一个peer review 最重要的一个点 那在peer review之后呢 我们会continue working on your essay 然后pulish in 最后再到final draft 这个就是我们一般来说做一个 做一个application essay 不管是UC essay也好 还是common app essay也好 的一个顺序 OK Ali 我这边结束了 OK好的 谢谢陈老师 那下面呢 我们开始QA的环节 第一个问题 家长问就是你刚刚有一页 这个GPA distribution是公开的吗 是的 那个是这个school profile里面都可以看到 对这个是他们公开的 资料 另外一个问题 家长问 weighted GPA重要 还是unweighted GPA重要 这个的话你就要看了 UC的话 UC GPA是weighted OK UC GPA是九年级之后的summer 一直到十一年级之后的summer 这两个学年加三个summer 然后它是weighted 好的 那下一个问题 有学生问 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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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他可能问的是common app UC的话 你所有的essay 你只有一个application form 你这个application form 做完以后会送 所有的UC看到都是一样的东西 所以你是没有机会换的 那common app的话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essay的部分 你可以有三次机会 也就是说你有机会可以改 就是你不同的学校 如果你写的不同assay的话 你可以选择性的送去一些学校 那另外的话 如果你说的是writing supplement的话 这个的确每一个学校是不一样的 好 下一个问题 准备要读CS或者工程专业的孩子 选些什么课 才叫做有难度有挑战的课呢 如果是CS的话 那数学是基本的 OK 越高越好 那computer science 学校的话 除了 如果你的goal是MIT Berkeley这样的学校的话 除了学校的CS 建议你在课外多学一些coding 那如果你还对engineering感兴趣的话 希望你的physics c要上标 OK 好 下一个问题 在学校外面考AP 对GPA有帮助吗 考AP对GPA没有影响 你只有上完AP课 拿到了grade letter grade 才对你的GPA有影响 是的 这个在外面考AP class的话 只能是给你这节课的credit 在大学可以算credit 但是想要提高你的GPA的话 一定要在学校 或者是在这个指定 有这个UC approved的课上 然后才能提高你的GPA 好 孩子可以读很多AP 但最后不参加AP考试 而是读city college的课程 拿了 这样会更好 OK 如果你读了很多AP 不考试的话 很meard 为什么 大学 我们college都是知道说 这些AP都有配套的考试的 那你AP读完了以后 你不考试 可能会给人留下 懒的印象 或者是他可能会 他就会怀疑说 你读的AP课是非常简单 非常水的 city college的话 其实你不存在这个问题 因为city college的话 他不是AP嘛 对不对 对 而且说实话 city college的课 一般college课 如果你能拿A的话 college课 它其实它的pace很快 它结构非常快 一般high school 一年上完的课 city college里面 是一个学期的 所以你这个课能拿A的话 其实你很快 好的 下一个问题 刚刚陈老师提到的 这个高级数学课 那什么是高级数学课 是指AP Calculus BC吗 BC算是比较高级的 就是Coffice 2 其实在网上的话 是multi variable 当然不是最高级的 我们说的这个高级的 这个AP课程呢 是高中范围内提供的 就是在社区大学 或者是大学 提供的这个课程 我们很多学生 已经读到这个multi variables 然后还有这个 linear algebra 什么的 这些都算是高等的数学了 好 下一个问题 Do community college classes that I don't place on my transcript counts as part of the outside activities Community college课 如果它是 transferable的话 它其实是你的成绩单的一部分 对 它不是 activity 这个要弄清楚 好 好 You just mentioned the physics C in applied engineering Do I have to finish physics C by 11th grade? 不是 have to 当然 如果你想学 computer engineering 或者EE的话 或者mechanical engineering 这些engineering的话 如果你能在11年级完成的话 而且成绩很好 OK 对你升级大学 当然有很大的帮助 那如果说 因为有一个学校 它的这个 course sequence的设计的问题 你可能要放在12年级 也是可以的 是OK的 OK 好 下一个问题 Do I have to submit all of my due enrollment community college grades to the UCs? 你的community college的话 如果你的concern 是你的成绩不够好的话 你就不要fummit 对 好的 下一个问题 coding的课 可以在哪里修比较好呢? 有什么好的推荐学校吗? 谢谢 统计课对申请CS 或者工程类有帮助吗? coding的课的话 除了学校以外 其实很多online online high school 有很好的platform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 那统计课的话 对CS和工程类 我觉得是优先 calculus 和linear algebra 和differential equation 然后如果你有多出来的时间的话 你还可以handle的话 你可以再学一个统计 这个的话 how important very important volunteering 这个是最基本的 看起来它是非常基本的一个 但是它是微不可少的 为什么? 美国的教育讲究 giving back 你的responsibility 你的commitment 另外的话 volunteering它其实是很多其他活动的一个起点 比如说很多孩子 他从小 比如说middle school 或者九年级 他就已经开始在做大量的volunteering 他会得到很多的idea 他的这些idea会变成他以后 建他自己的cloud 或者是organization 或者是做他自己的individual project的一个起点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volunteering很重要 它不只是一个service而已 另外的话 你从哪里找的这些的话 其实很多outside organization都有 但是你真的是眼界要放得很宽 而且当然你要有一些information 好 那最后一个问题 一些学生益 也很难以置于 一些学生的学生 所以他们都没有受到研究 所以他们有低潟 比较多了 根本应该是同类的 但是跟他们有任何学生的学生 在我们说到这个 这个スタート 就是我们的有一个史上 我们两个史上有好几个史上 在讲到这个 这个 这个スタート 对你的申请的影响 大学看到你的学生 学校的profile 他可能没有上mission 这么多AP class 没有那么多honor class 但是你的课表 就是你的成绩上面 成绩单上面 会有很多的AP的话 比如说你的成绩单 可能会从community college 进去的 你的成绩单可能会是 从这个online的一个platform去的 他知道说 你虽然学校不提供这些机会 但是你一直在不停的 找其他的机会 这就是你有没有 在利用一些资源 就是说为什么 有些看起来自身的排名 不是很好的学校 或者是我们平常不会 觉得不是特别有名的high school 还是有很多 有些学生可以上到 比较好的大学 这就是他们自己 私底下有段努力 然后有家长问到 我们的服务 还有收费 具体的我们就不占大家的时间 可以扫描我的二维码 或者是来电email 找我来咨询 我们具体的服务 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了 有很多家长在问 我们往期讲座的这个视频 我们都是上传在这个YouTube 您可以搜索 Enlightings Education 可以找到我们往期的 这个讲座视频 但是上传的视频 它是精简版的 所以如果家长有时间的话 还是听这个现场版的 内容会更多一些 然后也会有这个QA的环节 可以现场的提问 我们每期的讲座 都会在我们的家长群中 提前公布 如果有兴趣的也可以扫描我的二维码 加入到我们家长群中 参加我们的互动 那今天就到这里了 谢谢陈老师的分享 然后谢谢大家 晚安